《大公報》《明報》其實是開了《明報》的名字 不過主要是《明報》時常被《大公報》認為 現在有本土意識或港獨意識的人士投稿寫文 《大公報》就開始吵了 如果大家知道也好 《明報》其實是其中一張 是國務院會看的報紙 北京會展《明報》 尤其是《明報》的觀點 或者《明報》的文章 《明報》的報道會是北京閱讀《香港時事》的方法 當《大公報》看到《明報》裡面 有些是港獨或涉嫌他覺得是港獨文章 甚至是點名的一張文章 那些文章基本上是講《國安法》怎樣影響到香港人 或者怎樣影響香港各階層 《大公報》當然看完之後火都來了 羅先生就是寫文的文人 也在嶺南被提早離開 某程度上 《大公報》覺得 《明報》容許一些可能涉及港獨 或者涉及自缺派的人 而給他投稿《明報》是不對的 而批評《明報》兩件事 第一個是批評《明報》上《蘋果日報》之後 還有一張那類型的報紙 欠個市場 第二個是批評《明報》本身 就算你在觀點上寫了一些聲明 都是沒有用的 都是保護不了你的 某程度上《明報》寫的原因 原來如果你是合理地去評論 現在政府的行政 如果是合理地評論 即是據實評論的話 其實你只是希望 目的只是希望 就是政府去改善 提出政府行政上的問題 在刑事罪行第28章第9條 即是有關線路實行當中 是獲得豁免的 《明報》的聲明 主要是說這一點 可能《明報》在文章上 你都覺得它看過之後 也可以成為豁免的一部份 所以某程度上 《明報》仍然被文章出門 也有一個聲明 即是有一個Decoration保底 但原來結果 因為這樣被大公寶罵了 《明報》會不會因為這樣 改革風格 少一些那麼出名的人去投稿呢 我都有投稿《明報》 我覺得《明報》謹慎 在數據上 或者資料來源上 《明報》是需要查的 它不會隨便去登篇文章 但今次被人開名貓 會不會因為這樣 影響到《明報》 是那種臨時在觀點版的報格呢 《明報》在新聞上 聽說有時候都會被人影響 但在觀點或文章上比較開放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改變呢 當然希望香港是五光十色的 即是不同意見都可以發表的 只要意見本身是有道理 講出來的是有事實根據 講出來的評論 講出來的東西 是全部有根有據 當然我自己更加希望 這一個就是自由獲得保障